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集的读末使用秘迹 电书就要这么读 我是丽丢杯 我是莱斯里 莱斯里啊 我最近觉得好心虚 要跟你忏悔一下 蛤 快说说看你到底是为什么心虚 就是啊 最近我看到越来越多书店 变身成王美打卡顺的故事 你知道吗 他们灯光美气氛家 整面书墙拍起来超有feu的 我每次都好想去朝圣一下哦 但是 又觉得身为独莫吉祥物的我 如果在书店被粉丝看到啊 我会觉得好心虚 好纠结哦 等等 你怎么说变成药木的吉祥物了 我们吉祥物名就是读书跟五花好吗 不过啊 说到心虚这个部分啊 我说你啊 还真的是多虑了 电子书跟纸书本来就不冲突啊 更何况那些东光美气氛家的书店啊 很多都是remote的好朋友啊 互相支持 互相promote 很棒啊 哪里 纸本书跟电子书并不冲突 那我这些年来的内心交战到底是为了什么 应该不是浪费生命吧 谁叫你不早点来问我咧 就内容的角度上来说啊 纸书跟电子书说穿了也就只有载体不同而已 读者本来就可以依照自己的使用情境跟习惯 来选择最适合的阅读方式啊 从服务读者角度上来看啊 电子书的出现呢 也就是为了让阅读生活可以更圆满 让读者可以有更高的选择性跟弹性 才不是什么选边站的零和游戏呢 呼 你这样讲我就放心多了 像我这种漫画控啊 要收藏纸本漫画还真的蛮有压力的耶 你看啊 我随便收藏个一两套 我的书柜就满了耶 但有时候喜欢的坐着来台湾 就会觉得应该要买纸本书 才能拿去给他签名耶 这你就说到重点了 那我们今天就来back to basic 从电子书的这些优点来说说看 他如何跟纸书相辅相成 丰富你我的阅读生活 话说啊 你刚刚已经帮大家点出 电子书最好的优点了 只要是搬过家的人啊 一定都对实体书非常有感触 想想啊 整理书啊 擦灰尘啊 搬上啊 搬下啊 再装箱啊 再重新上架啊 光用想的就已经是汗流浃背了 电子书啊 不占空间 且不需要收纳 对那些喜欢看书啊 买书的人来说 真是拯救居家环境的重大发明耶 完全不会有家里不够放啊 书柜大爆炸啊 桌上地上 到处都是书的这些问题 对耶 之前看烹蓝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 我也好想要拥有清爽的空间喔 但我每次都卡在清理旧书这关耶 没错啊 对爱书人来说啊 最难断舍离的就是书了 尤其是啊 喜欢上某个作者 或者是某一本书的时候 就会想每一本书都收藏 很难跟任何一本说拜拜 但如果是电子书的话 想收几个版本都没关系 空间零负单 等一下 同样的书一本就好了吧 你收集这么多版本要干嘛 这你就不懂了 很多经典的好书啊 都有很多不同的译本 对喜欢这些书籍的粉丝来说呢 每一种版本都收一本根本就是 想都不用想的SOP好吗 像独墨站上啊 光是小王子就有11个版本 大亨小传也有10个版本 像这样子的书啊 每一个版本的排版呢 跟翻译都各有千秋 要收纸书啊 空间压力就真的会蛮大的 可是啊 如果是电子书 就完全没有这样子的问题 对耶 而且还可以享受那个关键字 一打下去啊 那些书就咻 排在你面前的那种快感 没错 你这就说到电子书 第二个非常方便的优点了 纸书收藏一多啊 找出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每次想要找一本纸书的话 就会觉得那本书好像 掉到黑洞里面一样 怎么找都找不到 但是你一旦不需要它 或者是快要忘记它的时候呢 这本书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 真的 我每次都觉得一定是有某种巫术 在阻挠我看书 如果是电子书啊 就完全没有这种困扰啦 不论你是想看哪一本书 或者找哪一个作者 只要把你的手机 或木印可拿出来搜寻一下 就可以立即找到 信手年来想读什么就读什么 就像变魔书一样哦 电子书阅读的即时性啊 除了找书可以很方便之外 也可以服务到读者不同的生活习惯 跟动线 让阅读更深入读者的每一天 哦 你这样听起来好像量身打造 好有弹性哦 那快点教我 如果你常常出差啊 或者是常常要移动通勤 或者是你常常忙到很难找到一个完整的时间来阅读 那就很适合用电子书来阅读 无论是搭捷运啊 等公车啊 等排队啊 只要拿出你的木印可 或者是拿出你的手机 任何的零碎时间都可以立即开始 如果啊你是阅读量大的重度读者啊 电子书也是挺不错的 读腻了呢 想要立刻换一本书 或者是说读完了 想要立刻再买一本来追剧情 那电子书都不是问题 另外很多朋友啊 会喜欢在晚上睡前的时候读书 但是又担心呢 点着台灯会影响到另一半 或小孩的睡眠 这个时候啊 改看电子书呢 就可以解决这样的两难 嗯 有道理耶 这么一来 好像没有什么场合或时间 是不能看书的啦 所以啊 像你这样子人啊 就再也不能用 找不到书啊 或者是没时间来读书 来当借口啦 哈哈 吼 你这样真的就拍到底呢 不过啊 接下来的好处啊 可能你暂时就比较无感了 哦 为什么是暂时 电子书有些好处啊 是需要有一些人生经历 你才会比较有感 比如说啊 电子书的字体 可以自己设定大小 对很多有老化读者来说 就很贴心 想看多大就放多大 不用另外再准备放大镜 另外啊 也有一些书呢 是到了一些特定的人生阶段 才需要看 比如说啊 像育儿教养啊 塑身减肥啊 或者是疾病保健等等 这样的书啊 比较是为了一些特定的目的来阅读 等到需求过去了呢 可能你就不需要了 那么电子书就挺适合的 不但可以轻松摘要笔记重点 也不需要另外再花时间出清或整理这些工具书 哦 这个我也蛮有感的耶 减肥书让你很有感吗 我看起来需要吗 我是说特定目的的阅读啦 像我都会去买一些美妆还有穿搭杂志啊 但常常一过季我就会不需要它了 然后我又觉得它很定位 但是我又不得不看 毕竟我现在已经是个网红啦 说话 不错耶 你又抓到了一个关键了 哦你是说网红的部分吗 杂志那个部分啦 杂志啊 其实很多人接触电子书的起点呢 你想想看 月刊一年就12本 周刊一年就52本耶 长期定下来很快你的书柜就塞满满 马上就吃不消了 甚至啊 很多资讯焦虑的读者啊 一定就是好几本 那压力就更大了 对耶 我最近才听同志说 他近期忍痛清空了 他整长20年的国内外杂志 啊 那真的是时代的眼泪啊 这时候啊 电子杂志就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啦 不管订多少都不会有收纳的问题 如果啊 之后想要找特定的报导啊 也不用辛苦的剪贴收藏 只要用搜寻呢 就可以立刻找到 资讯就在坎纸之间 哇 听起来就超赞耶 是不是 电子杂志也是我跳坑电子书的起点哦 之前因为工作的关系啊 我会查找特定的新闻资料 那有些时候呢 查了之后就发现他在某一本杂志里面有相关的资讯 如果那本刊物啊 只有纸本的话啊 不是根本就是绝版买不到 要不然啊 就是要等很久才能入手 可是有电子杂志的话就不一样啦 只要你搜寻就可以立刻看到 完全不用等超级实 说到杂志啊 我也是很喜欢读墨站上的唱读服务哦 你今天是吃了什么 打通认读二卖 这么会举一反三 唱读啊 的确是很多杂志收藏者很喜欢的服务哦 然后我们站上最多人喜欢的人气唱读来说吧 一个月八十九元起啊 却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杂志 从商馆啊 时尚啊到生活啊 根本应有尽有非常超值 对啊随心所欲吃到饱 又不用烦恼荷包 感觉多好啊 嗯 不过今天讲了这么久 你还是没有提到 如果我想给作者签名的话 电子书到底该怎么办啊 想给作者签名 那就多买一份紫书支持就好啦 就像一开始说的啊 紫书跟电子书都是各有优点 读者本来就可以依照自己的使用情境跟需求 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载体 真正遇到喜欢的书 也当然都可以紫书跟电书都收咯 简单来说啊 紫书会给人一种安全感 也会随着时间呢 来增加一种历史感 会有一种收藏品的feu 有些人呢 就会说这叫做紫书的味道 也有些书啊 像图文书啊 立体书啊 或是大开书的绘本 的确比较适合用紫书来呈现 另外一边啊 电子书的好处就是不占空间 及时性跟好搜寻 而且啊 不管你买多少都不怕被另外一本发现 哦 所以你到底是买了多少书怕被老公发现 哈 他自己的读墨使用秘密 嘿等一下 还没啦 各位朋友 电子书有哪些优点吸引你 什么样的书你会想看紫本书 又有什么样的书你会想用电子书来阅读呢 除了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我们的频道之外 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立体书北会用心跟大家高官哦 那这集的读墨使用秘记 电书就要这么读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欸来司令 你到底是买了多少怕被人家发现 你不要逼我哦 你逼我不买咯 这样吃大人很困扰哦 没有啦 我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用我的账号买啊 这样根本就不会有人发现啊